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非常荣幸能在亚洲艺术博物馆跟各位来做介绍 我想要讲的话题很多 我们简单地说 那么接着咪咪盖茨刚才说的 我讲几句东方的 刚才咪咪盖茨女士已经介绍得很好 我能再说几句 这个东方啊 他在一个沙漠里边开着这石窟 由于气候很干燥 所以他保存下来 再一个原因就是 他没有大的战争跟动乱 没有战争跟动乱 后来有几百年 刚才咪咪说了 几百年没人管 遭到了损失 但是总的来说 他还是比较好的保存下来 那么刚才说到 我们现在在博物馆 各个博物馆都有很多收藏了很多的书画 绘画的艺术品 我想他们共同碰到一个问题 对收藏的书画 那些卷轴画 都要进行鉴定 除了墨藏考古出土的以外 其他的收藏都要鉴定 是真的还是讲的 那么敦煌 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 两千多层彩数 应该说不需要鉴定 完完全全是真实的 再一个 它是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的艺术品 这个真实经历中国绘画艺术 由发展到高峰的这一段时间 那么这一千年历朝历代的艺术品 它应该说 它无愧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或者说一部完整的绘画史 就是它是一个艺术的博物馆 也是一个绘画史 一部完整的绘画史 从艺术角度来说 那么里头有很多很漂亮的绘画 但是我正说清楚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它是个佛教的艺术宝库 那么从佛教这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形象的佛教寺 也就是说 它用艺术的手法 系统地表现了佛教的信仰的 怎么怎么怎么发展 这是一个 再一个 它为了表现佛国世界 它用艺术的手段 画了这一千年中间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它也是一部文化史的 比如说 从艺术角度来说 有许多已经历史上 文字记载有名的画家 比如说 顾凯茨 那么这些画 现在已经没有了 敦煌保存了 唐跟唐以前的 这些伟大的画家的 征集的风格 他们的风格征集留下来了 再说一点 比如说我们说三水画 现在各大博物馆 收了大量的三水画 据我知道 基本上没有唐 基本上 不能说个别没有 唐跟唐以前的三水画 而敦煌壁画里 有大量的唐代 跟唐代以前的三水画 这说明它艺术方面的宝贵 比如从文化上说 这个佛教是禁欲的 不能有欲望的 不结婚的 可是冰坏里头 就画了很多结婚的场面 那么这个中国古代 中国这个国家 是有讲礼益之邦 中国古代社会 是一个礼益之邦 就是很讲礼 比如说结婚 它有很多规定 他要经过六个过程 这个在中国古代的周朝 就有这个规定 周朝 西周 那么 可是呢 它有规定 到底古代怎么结婚 不知道 东方壁画里头 就有关于结婚的很多场 还有衣服怎么穿的 我们现在人 我们现在女士化妆 打扮 画眉毛 那么东方壁画里头的女士 比我们现在还会打扮 比如说涂脂墨粉 而且他还脸上还贴的花 脸上贴的花 他那个眉毛啊 据我知道 我不太懂 我知道有人研究 有八种画法 八种 眉毛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画了细细的 就算没了 所以古人比我们更会打扮 我意思就是说 里边还有很多文化的内涵 所以我简单的规矩起来 不管从艺术史上 从佛教史上 从文化史上 东黄石窟 摩高窟 在世界上 在中国 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以很多 不管你研究哪一方面的 不去东黄 不去调查这个 那他可能是 搞研究 可能是个遗憾 那么我说了半天 最后就欢迎大家去看 参观 那么我接着刚才 咪咪盖茨说的保护 我也再说几句 或者我接着杨志远先生 再说几句 接着杨志远先生 他已经说了 我的简单情况 我再说具体一点 我怎么去的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考到北京大学 后来最后一年 有机会到东黄去实习 应该说是抢的 要去这个地方去实习 因为我在上海 在念中学的时候 书里头有写了这么一段 东黄 给我深刻的印象 我就特别想去 那时候去东黄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等到毕业实习 最后一年毕业实习 有这个机会 同学纷纷报名 都想抢的去实习 实际上呢 是想去看看 东黄到底有多好 我要看一看 我并没有想在那工作 这给大家说实话 我实际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一上洞一看 太漂亮了 看了一个洞 又看一个洞 再看一个洞 都不一样 就说给人感觉 一个是一个艺术圣殿 或者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头 可是在那个气氛里头 特别兴奋 震撼 就是当时的感觉 那么这种 实际上 这种震撼 到现在 如果我能有时间 叫我在那洞里 待一天 依然是非常震撼 那么当时 可向而知 一个学生 能到这个地方 从来没看到 那么多的好的灿烂的话 那种兴奋的程度 真是没法形容 可是大家也知道 当时的洞窟是上不去的 上不去 上不去 没有提示 但是当时 很难 实际上 在这家里 我们用了蜈蚣梯上去的 我们有了 有了一个 的大型形式 会升上 木屋的梳子,在这些小的梳子,我们叫做森林的梳子。 哦,我就这么抱着。 这个上去了以后看,等到看完都要下来了,就要抱着这个下来,就不敢下来。 哦,就是这样。 所以说,一离开洞子,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一种氛围。 就是洞子里这么好,下来洞子到现实生活中间,完全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通俗一点,这个生活太差了。 因为我在上海长大的,我在上海念了小学中学,又到北京去念书,突然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石窟很好,可到了下面以后,完全跟上海北京就不一样了。 诶,住的是土的房子。 没有电灯。 没有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 你说你要去方便一下,那房子里没有,要跑到很远的地方。 诶,这个太安静了。 给人一种很寂寞的感觉。 我给大家讲哦,有一次我一个衣服破了,我要自己缝一缝。 这个针没拿好,一根针掉在地上,晚上啊。 我都清清楚听那个针的声音,趁一家伙掉下。 嗯,就如此的安静。 那么我作为刚去工作的时候,我肯定要想上海,想我的家,想我的男朋友。 肯定是这样嘛。 当时就这样。 在家生活,就是说他几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然后要看报纸,是看一个礼拜或者十天以前的。 哇,所以这些报纸都没有发布到一天或十天后。 所以外界,外部世界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在外面的事情。 你要进城也不如,没有车。 去到城市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车。 还有他们吃饭很怪。 我们早上要吃早点,他们要。 他早上十点钟才是第一顿饭。 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第二顿饭。 我是南方人,我吃不着米饭。 我说这些就说这个反差太大了。 对比太大了。 动质上跟下面的生活。 但是呢,我还是留下来了。 我怎么留下来了呢? 我当时去实习的时候,我是生了病走的。 生病走了,我没实习完,我就走了。 我当时去实习了。 我实际上没有完成。 因为我感觉悲惨。 我必须回复。 最后,我父亲知道,大学毕业把我分到敦煌。 他给学校写了封信。 意思是说,我这个女儿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分去。 所以,她的父亲联络了。 她后回复了,她写了个网络。 但是,我不把这封信,我没有交给学校。 但是,我不把这封信,我没有交给学校。 但是,我没有把这封信给我的学校。 为什么? 我觉得,我也很矛盾。 东方这么艰苦,我确实从内心身处,我觉得我不愿意交给。 但是,另外一个,我给学校已经保证。 我毕业以后,绝对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这里有很多反对。 这个反对。 我对一个人的不坚笑。 在渡泳上回家的未经历。 因为,非常难受。 但是,另一个人的事情,我同时, 我和学校和学校在议会的内心, 我会在学校的内心做好一件事。 中国有句古话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就是我已经保证 我服从国家分配 我绝不能委员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这么去了 我父亲说 既然你自己选择了 那你就好好干 所以我去了以后 不管怎么说 曲曲折折 开头想着 我的男朋友 后来我们结婚 他在南方 我肯定也能回南方 后来最后 是我男朋友 被我拉到了敦煌 不是男朋友 是我的先生 我们结婚以后 二十年的分区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一直很矛盾 是我走 还是我不走 最后 我还是不走 我想我不走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先生理解我 他尽管经常说 你到南方来 必败放火 但是他理解我 最后他说 那我就走 他到东方来 他支持 如果他说 你要不走 你不离开东方 我们离婚 那我可 可能我只有走了 所以应该说 我先生对我的支持 我说一句话 这样的男子 打着灯笼都不好走 这样的男子汉 打着灯笼都不好走 点着灯笼 也走不到 第二个原因 我想是 这个东方艺术的魅力 东方艺术的魅力 那个煤啊 魅力把我吸引住 我是搞考古的 我不是搞艺术的 但是这个煤我也还知道 我中心是 东方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也没怎么做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 我就这么走吗 我也不甘心 我很想给他做点事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他做事 再一个 我想是前辈们对我的吉利 我到东方的时候 我的第一任院长已经去了二十年 我的第二任院长 也已经去了十几年 有的短的也去了十年 他们给我做出了榜样 以外他们又劝我 说你别走 这个大城市有的是人 你还是留在这好好干 所以最后我的先生八六年去了 1986年 那么他去了以后 那我就更加死心塌地 也就是 我完全抛弃一切想法 我要全心 我们的话叫全心全意 为东方服务 所以这就让我把东方服务 所以我继续在东方服务 我就这样 我就坚持在东方一直工作 所以我继续在东方服务 我想我在前辈们的帮助下 教育下面 然后在资公同仁的支持我 我还做了一点事 我现在我最大的高兴就是被大家接受我了 我被大家接受 我们单位有八百多人 有十七八个部门 从我刚去的时候 那个地方很破烂 到得到维修 一直到现在 已经保护得很好 最初 是让大家抢救性的保护 就哪里会来 感觉去加固一下 修一下 防止了它继续的毁坏 预防了嘛 做了这些工程就防止它的毁坏 做了这些工作 就阻挡了继续破坏 阻止了破坏 那么这个就是抢救性的保护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就是刚才秘密说的 跟盖提合作已经有23年了 这个就进入了科学的保护时期 就说由我们跟盖提合作 等于站到世界看到国际的 先进的保护技术 保护理念 保护设备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经过科学的分析 调查 那么进一步发展到现在 是预防性保护 就是我做监测 比如刚才秘密盖茨说 我们的管理 开放洞 开放洞里边有仪器 就是我一边开放 一边怎么保护它 通过仪器来监测 所以我们就有预防的措施 这样的保护便被动为主动 那么最后我要说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希望 我们的目标 是做从预防性保护 还要发展到永久性保护 永久性保护 抢救的保护也要 科学保护 预防保护 但是我们一个更高的目标 永久保护 永续利用 怎么说永久保护呢 因为这些壁画慢慢在退化 它都有病 慢慢在 我们跟Getti合作以后 跟纽约的美人基金会合作以后 我们用数字技术 来保存这个壁画的资源 也就把这个独一无二的 如此英秀的东黄艺术 把它永远保存下来 那保存下来干什么呢 永远要很好的使用 供大家参观 供大家研究 也就是说 你不管再过几十年几百年 我这个数字化的档案的东黄艺术 它永远还存在 我们现在碰到个问题 就是东黄有名 游人越来越多 我们跟Getti合作 做了这个开放的调查 洞窟的一天的存在量 最高是三千 可是到了零忘记 四千 五千 六千 七千 八千 今年的黄金周到了一万八一天 一天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洞窟不大的一个空间 这就是太大洞窟了 这个房间 我们的洞都不大 也就是十几平方 二十几平方 在不大的洞窟里一天进去这么多人 弄不好 将来就是个破坏 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个办法 既要保护活动 也要让观众能参观 那么原来的观众去了 就是进洞 没有第二个办法 我们刚才说 我们已经做了数字的存储 我们可以用这些数字的资源 做成数字的节目 也就是说 我都经常说 洞内的文物 到洞外去看 这样的话 我们一天 就可以人数加一倍 六千人 各位看的 这就是这个 我说的洞内文物 洞外看的场地 是我们的数字展示中心 它这个建筑很有意思 都是流线的 一个是洞窟里的飞天 那些造型非常漂亮 一个是我们在沙漠的边缘 取得沙漠的这个流线 那么 大家看 这里都鼓起来 这是两个电影院 还有看不见的两个电影院 一共四个电影院 这四个电影院呢 实际上是两组 一组是数字电影院 演魔高窟的背景 千年莫高 千年莫高 这个 这个像眼镜一样 鼓起来的是 球目电影院 这个球里边 大家坐在这个球的电影院里头 看洞 就是顿窟的 所以灯窟的石景漫游 不是虚拟漫游 石景漫游 那么这个建筑已经封顶了 我知道 这个 这就是那个球的顶 这个现在已经经过三年多努力 明年应该完成 那么现在的片子正在加紧制作之中 即将要完成 我们用这个冬天搞装修 明年把放映设备放进去调试 那么这个节目 做这个球目的节目费了很大的劲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时候 做不到 现在经过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 现在把它做好了 也就是说 全世界现在球目电影里都放得到宇宙是空间 就我们现在把敦煌的洞窟 敦煌的艺术在球目电影里放演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场所 那么这个球目电影的这个节目 我们那天已经释放了 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咪咪盖茨女士跟杨志远先生都去看了 我们将来的办法 那观众来了以后先到宇宙中心看宇宙电影 看球目电影 然后再到某高窟去看 这样观众呢 看的信息更多了 信息更多了 洞窟也得到保护 对 我最后的一个要表达一个就是 我们能做到今天 得到了除了政府的支持以外 我们的努力以外 关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就刚才 咪咪盖茨杨志远先生介绍 美国 除了我们跟概替 美论基金会 什么芝加哥西北大学 等等合作以外 以咪咪盖茨杨志远先生为首 他们成立了一个美国东华基金会 在帮助我们做这些事 所以我们非常感觉 美国人民 美国有关的机关 对我们的支持帮助 这个我最后要说一句 欢迎各位到敦煌餐馆 这个是鱼林窟 不是莫高窟 大家去看着莫高窟 一定要去鱼林窟 为什么 里头有鱼林窟 有几个洞 莫高窟没有 你想这就是个唐代的洞窟 这种乐器是西域传来的 不是中国自己的 他正在这 非常激动地在那里跳 大家一看就是唐朝的人 很胖 唐朝的 看出来那么胖 好 我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